虽然视频情报实量未必应该讲iPhone 但在未讲iPhone之前我想讲一下NICON的Z6 Mark II 和Z7 Mark II 一如之前全了 这两部机就终于在10月14日 即是刚刚公布了 其实最大的特色就是有两点 就是单卡变成双卡插槽 除了用CFX Best的快卡之外 也可以用回UHS-II的SD卡 变成你选择卡可以因应自己的计划 选择快卡或者选择慢卡 另外一件事 基本上两部机的基本结构 都没有什么改变 都是用相同的感觉 但是因为处理影像的制程有点不同 有comment就是用少了影像处理器 我看初步提供的数字 但是无论连拍速度和计算的速度 例如好像Z7 Mark II 它现在连拍的速度可以去到1秒10张 都跟Z7初代的9张有些更新的 Z6和Z6 Mark II 新机去到14张 旧机12张 快了一点点了 另外也支援PAS 4K 60P的影片 但是Z7 就是未正式去 即那个Firmware需要在2021年才能upgrade 去再支援这一方面的 另一件事 就是这个机身基本上外形 都是跟旧那部相似 但是那个Viewfinder稍微小一点 另外呢 这次也是可以加手柄 终于可以加手柄了 那手柄除了加电池的功能之外 也都提供一个基本的操作给你的 可以按这个快换键 那手柄的名字叫做MBM11 那这次终于可以透过这两部新机 那这个手柄呢 是可以一路拍一路叉的 那就是用USB-C的介面 那现在也是一个standard 那大家对这两部机的感觉是怎样呢 老实说现在未拿到实物机 其实你是很难去做一个判断的 就是有很多comment 就是说 咦 为什么价钱这么高 我不买回旧的机 那其实数码相机 就是我觉得 我真想说的 就是其实它这次都变化 变阵都挺快的 就是参考了Z6和Z7 而Z5成功的经验 就发觉呢 就是execute一些这个卡 都是很不受欢迎的 那它真的真的 这次重选源流 重新设计过那些mineboard 那让整件事是真的完全 可以按回用家的习惯 快卡就买快卡 那也都就是 你会发觉呢 最初选XQD 是可能真的要打屁股的 真的选错一个标准 那现在 转到CF Express 那也都兼容XQD 那都算是一件 可以叫做美中 美中 不是美中不足 都是一件 大团圆结局的事 软约也不适合 你也可以用SD卡 那也是一个好的事 但我就觉得 如果跟Auto R5和Auto R6 比呢 那我觉得这两部 只是一部改款的 也都把之前跟Z5的距离 拉远一点 拉高一点 那又不是很大特别的 那所以在短期内 我很希望 可以重新出一部新机 例如Z8 Z9 那将竞争的水平 拉回Canal 5 和Sony的A7R4 所以才会 真的可以 在三个公司 在这个市场 有一个直接的竞争 那如果有机会 我会再 有机会 我看我能不能试到这部机 那试到我就会 做一个Hands on 跟大家介绍